南投人关心南投市 各位乡亲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县政新闻 福星温泉新辟连外道路 头76至1县 由县政府向交通部公路总局争取补助 共斥资5亿1070万元经费 耗时一年三个月完工 今天举行通车典礼 林县长希望让附近居民与游客缩短路程 更加便利与安全 福里镇福星农场基础建设已经完工 为了疏解将来如山温泉 签建福星农场后产生的旅游人潮以及车潮 特别先辟连外道路头76至1县 通车典礼有县长林云珍 定位许舒华 公路总局地区工程处副处长傅立祥 福里镇长廖志成 议员林芳雨 广彩云 叶仁创 黄世芳 戴士全等与会来宾 共同上香以及剪采之后 由林县长宣布福星南路正式通车 我们为了配合福星温泉连外交通 特地从交流道 开辟一条头76至1县的道路 我们现在这个路名 我们把它称为福星南路 县长林明珍表示 为了发展福星农场 县府特别开辟头76至1县道路 由于农场基础建设已经验收完工 未来温泉区完成之后 全国民众都能够来到 埔里度假 旅游 泡温泉 对埔里发展 就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埔里库 观光 三业 所以说 福星温泉 这个使用 我相信 对将来 埔里是一个表现 希望这条道路的打通 不仅仅成为未来 我们南投现在发展 观光的重要的 这个道路的路脉 那么同时呢 也成为我们当地居民 最常使用一个安全的路 将来 埔里镇 这个福星温泉机 兴建完成 启用之后 我相信 我们埔里镇的 这个发展 是指日可待的 将来可能会变成 我们南投县 最繁荣的一个乡镇 新辟的福星南路 全长1829公尺 北起福星农场计划道路 南至美西北端 福星交流道 领外道路 与台21线 西安路交汇 路宽15米 配置3.3公尺宽的 双向两吹道 以及两公尺宽的 满吹道 同时之后 将使附近的居民 与游客缩短路程 更加便利与安全 记者曾公佑 不理政采访报道 在这里 我们们同样的 这边 这边 北起算